王羲之生於西元303年的西晋 王羲之的祖先在秦朝的時候 就從咸陽搬到了山東的狼爺 王羲之的生活過得美滋滋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當時的皇帝是鼎鼎大名的晉惠帝 就是說那個吃不飽飯也可以吃肉的那一位 有這種皇帝整個國家不倒野南 當時有位女子叫做魏碩 魏碩被大家稱為魏夫人 古代的識字率非常的低 女人可以寫出一首好字更是不容易 所以魏夫人在當時可是高知識分子 七歲的王羲之就是跟魏夫人學書法 小王羲之非常的沉迷於書法之中 在當地也是小有名氣 傳說中12歲的王羲之 在他父親的枕頭下發現大人的書籍 這是連大人也很難看懂的筆論 王羲之的老爸知道後的反應 就跟小黃書被發現是一樣的 他對王羲之說這本書對你來講還太早了 後來王羲之對老爸軟磨硬泡之後 才得到了這本書法界的經典 魏夫人得知後也大吃一驚 認為王羲之的成就一定會超越他 這個故事有個BUG 王羲之的老爸在王羲之七歲時就下落不明 反正王羲之就在這段期間練習很多書法 王羲之練習書法已經練到走火入魔 王羲之練書法練到飯菜都不吃 古代有個很像饅頭的食物叫做摩摩 王羲之隨手拿著一塊摩摩沾著醬來吃 後來發現居然沾錯那個醬汁 那個醬汁居然是書法用的墨汁 雖然喝到墨汁不會對身體有傷害 但是任何食物配墨汁聽起來就很難吃 在西元313年王羲之十歲時 西晉王朝整個崩盤 王羲之的家族跟著剩下的皇室成員 在南邊成立了東晉王朝 王羲之的家族成員在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嘛 王家成為全國權力最大的家族 當時有一句話王與馬共天下 王家可以和皇帝的司馬家平起平坐 當時講求的是一個門當戶對 後來位於三宮之一的西劍 西劍想要在王家裡面找一個女婿 反正也是另外一個大家族 就當所有王室中心都穿著整齊 準備給未來的沁家挑選之時 奇葩的王羲之就露出肚子 躺在東床 西劍得之後覺得王羲之好單純 好不做作 跟其他人好不一樣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女兒 許配給那個坦胸露肚的王羲之 王羲之表示 是超爽的撿到一個老婆 王羲之和撿到的老婆 生了妻子一女 雖然王羲之的書法非常厲害 但是書法並不能當飯吃 當時也沒有書法協會這種東西 後來王羲之就想要當個官來做 這個要求對於王家來講太簡單了 想當什麼官就當什麼官 而且其他王家子弟早就出來當官好幾年了 王羲之23歲時才當一個小秘書 也可以叫做皇家圖書館的管理員 王羲之的大半部人生都在當官 到了45歲時甚至統領整個皇家進衛軍 王羲之到目前為止還沒寫出其他優秀的作品 直到西元353年 王羲之50歲時 王羲之的王家與謝安的謝家 還有其他的達官貴人 共42人到櫃姬山上的藍亭遊玩 唐朝的劉宇錫寫的 烏一像 舊時王謝唐乾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裡面的王謝就是姓王和姓謝的兩大家族 這是當時最瞎趴的潮流聚會 有錢還不一定能夠參加 其他人一起為了藍亭寫了好幾首藍亭詩 王羲之一個人為了藍亭詩寫了 藍亭集序 當時的王羲之邊喝酒邊寫藍亭集序 結果藍亭集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 王羲之不小心創造了一個曠世巨作 裡面的21個字就有21個寫法 藍亭集序也被書法界譽為標準教材 但是藍亭集序的真姬卻已經失傳 傳說增積在唐朝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合葬的乾陵裡面 王羲之寫完藍亭集序後的兩年 52歲的王羲之就打算持官回家養老 到了59歲就因病過世 最後葬在孝家鄉季度寺 順帶一提王羲之的妻子活到了90歲 就算放到現在也是非常的長壽 後來到了唐朝的時候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歡王羲之的作品 所以唐太宗就封王羲之為書聖 據說王羲之一生創作3000多部作品 600年後到了北宋只剩下160部 北宋滅亡之後王羲之的作品也就跟著消失了 到現在只剩一些卑文和踏本 什麼叫做絕對的實力碾壓 就像王羲之沒有真姬流傳到現在 還是被稱為書聖 覺得我講解不錯的可以幫我按讚訂閱